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HiClubs 随着3D奶映机售价的逐步降低 现在想拥有一台3D奶映机已经到了毫不费力的地步了 所以像我这种家境贫寒的up主都买了三台了 这台呢是最近买给我三岁儿子的 让他来自己学习打印玩具 之前我在做3D奶映相关视频的时候 很多非工程类专业的小伙伴表示 这个3D奶映机确实是便宜,而且也非常有用 但是买回来不会建模,不会画图了 我一想确实是这样 这些专业的3D建模软件 没有十天半个月的学习是很难上手使用的 像我一直在用的FreeCity,Catia以及Solidworks 都是花了很长时间学习 最终才能完整地画出东西来的 这对于只是在3D奶映上面使用的小伙伴来说 学习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在几分钟内就学会3D建模呢 当然有了,下面我们就开始3D建模快速学习之旅 我们这次使用的建模软件就是Design Spark Mechanical,简称DSM 是由欧时为电子工程师开发的一款免费3D建模软件 大家注意是免费的,不需要破解 直接百度到官网下载原版安装即可 我到目前为止用过大约五六款3D建模软件 这款绝对是我用过最简单最方便 而且功能也是非常健全的3D建模软件了 与3D打印堪称绝配 下面我就来和大家一起画一个我上期视频开源供放外壳的前面板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软件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简单 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这款软件的操作界面 我们在文件这里新建一个空白设计 建好以后我们点击JZ就可以切到符字图了 然后我们用草图工具画一个前面板的符字图 画好以后我们点击三维模式 然后点击拉动 然后选中平面向上拉 然后输入厚度 大家可以看到面板就出来了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角向下拉 这个圆角就出来了 然后我们输入圆角尺寸 然后我们同样操作其他三个角 弄完以后我们点击草图模式 选中顶面 把几个开孔画出来 然后回到三维模式 再点击拉动 然后我们一一反向拉动 大家可以看到开孔已经被我们搞出来了 然后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再修饰一下 然后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再修饰一下 把它画完了 我们再用拉动功能 把这个边做下圆角 大家可以看到这块是可以选择倒角还是圆角的 这时如果大家想要标记一下尺寸的话 就可以用草图按钮选中标注面 然后使用尺寸标记功能进行标注了 OK到这里我们这个前面板就画完了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导出选项 点击就可以选择导出格式了 同时这个软件还贴心的链接了Cura 点击直接就到了Cura界面进行切片了 然后导出寄扣的文件到内存卡 然后插到3D打印机里面就可以进行3D打印了 一共三分多钟我们完整的操作了一遍建模切片3D打印 大家觉得这波操作够够够简单 OK各位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能让大家学会3D建模 享受到3D打印带给我们的便捷 如果大家在操作的过程中遇见什么问题 欢迎给我私信或者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 如果有更加简单的建模软件 欢迎推荐 让我们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 这里是Hunk实验室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